不同收入男人看待交朋友月入10万 现在的朋友非常少 因为随着生意和收入的增加 原来的朋友共同的话题越来越少了 自然也就越走越远 而现在接触的人更多是利益交换 咱们现在时间也很宝贵 没有闲工夫去维护无用社交 我觉得朋友的确非常重要 但是不会在上面浪费太多时间 因为人他终究是孤独的 真正的知心朋友有个三两个就够用了 无用的社交只会耽误我挣钱 很多人说多个朋友多条路 但是你自身没有价值的时候 是没有人会看得起你的 人其实都是利益交换 我觉得朋友非常重要 有什么困难的时候 大家可以互相帮忙 所以我尽量去结交更多的朋友 就比如上个月我女儿生病 拉了一点饥荒 好在你们这些朋友出手相助 才让我渡过难关 各位兄弟有什么事情说话 只要兄弟能够办得到 一定全力以赴 哎呀我这个人最喜欢交朋友 但是小兽那种人我们要少接触 前几天我找他借200块钱 他直接不回我消息 我这火爆脾气不能忍啊 当场我就发朋友圈骂他了 朋友的确是要交 但是也要看什么样的人 我以前朋友也有上百个 现在圈子也是越来越小了 有些人没有必要去理他 兄弟一看你就是实在人 我们也刚见面 以后就算朋友了 要不然咱们结拜一下 来走一个 结拜成兄弟 分文不正 哎呀咱们别的不多 就是朋友多啊 我微信里面两万多人 手机通讯录里面五千多人 虽然咱们兄弟混得一般 但是哪怕一天分批不正 靠这些兄弟都能养活我 那天我挨揍了 打了一个电话 立马来了两侧人 就比如我现在说我没钱了 你看我打电话 找个哥哥支援一下 哎张哥啊 兄弟手头有点紧 帮个忙吧 喂喂喂 张哥张哥 他手机信号有点不好 好